瓦菲都拎着球杆准备上台了 可没想到 奥沙利文市井赛十加球 又来了 不过 说实话 并不是火老师不给他机会啊 已经三番四次丢出失误机会球了 可波斯小王子 关键时刻总是抓不住啊 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 比赛场上的这些名场面 也不知道 是不是第一阶段上半场 奥沙利文的气场太吓人了 瓦菲 一个不小心 这火星撞地球的连环撞击 再次燃点了 奥沙利文的进攻活跃影子 但奥沙利文这底带 黑球打丢 给瓦菲送出第一次 上手良机 只要他保持住自己的比赛专注 维持住自己正常发挥水平 这一局 他是很有机会扳回局面的 但是 刚才一想不到的场面 还是出现了 火箭 继续用一杆 硬气无比的底带红球 完成这上手一击 二十里 十里 可谁也不知道 在休息期间 这两位大佬聊了些什么 暴杀利文居然又失误了 还是他最拿手的中带球 全场一声叹息 这是他给瓦菲的第二次 逃生机会 可瓦菲就是抓不住机遇啊 奥杀利文也开始放慢了节奏 不经意之间 还给他留了这干弓带手的远台机会 可瓦菲就是攻不尽啊 这已经是这一局的第三次了 而接下来这一干 奥杀利文就 送得更彻底了 瓦菲小兄弟啊 我只能这样了 再继续送下去 可就装不下去了 可瓦菲呢 还真是 这样的场面 这已经是第四次打丢了 奥杀利文也只能接过狐狸 不过 也只拿了15分 就用这简单底带红球 第四次 帮瓦菲就场子了 但瓦菲已经有点不思进去了 奥杀利文 怒标一赶长台球 又一次蓝点赚过来 不过 他越想赢的时候 他的白球 就越喜欢跟他开玩笑 他只能转防守了 双方围绕着三红球 展开了一场有趣的顶流防守较量 不拼进攻时的瓦菲 还是有几道板斧的 特别是面对奥杀利文的这一赶贴黑的司务特使 他这解球 差点就形成反制 但还是多了一点力度 让火老师 又多了一次远台尝试 这几竿下来 让大家看的 还是蛮过瘾的 他知道 还是蛮过瘍的 那我们的 ヤバい 他最后 端子 他那么后 来 他最后 Herausforder 我 这 他 这 他 我 incorpor holding 对 我 跟他 但奥沙利文这急性子 还是比不上 瓦菲的耐心 这不 瓦菲总算坐上 这一单解球 我老师不仅送出西法灯 还给瓦菲送上自由球 我面对这样的难解 瓦菲还是无法拆开亂局 仅仅是给自己 多加了一点分数 比赛 还需要大家多做一点法 然后就有了奥沙利文的那种 意外的神仙球 显然 这也不是火箭预料之中的击球 所以 防守继续 瓦菲果断一单贴球 然后 影响比赛最终结果的戏权 一单来 可人家奥沙利文 也同样很傲气 强硬施下中带红球 还正式开启 做台面的总法 这一局 被瓦菲自信心的打击 实在是太揪心了 灵灵火老师 已经三番四次的机会 送出上手球了 可自己龙氏无法改变结局了 看来火箭击他的心理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